因為那個作業要點裡面 就規定說我們地方要無償提供這個配水池 但是每一個其實每一個園管工程的計畫 大概都好幾千萬 配水池一個配水池水工資收120瓶 假如用5000塊來算那也60萬 所以一個地方的工程館幾千萬跟60萬 比其實算是不多的錢 所以最後還是要希望中央能夠修改這個法令 修改這個辦法 能夠讓我們的自來水普及率更高 因為我們也知道現在極端的氣候 我們以前的民景的水可能就是會 現在很多居民就沒水喝就跑到幾十公里外面 其實我們以政府來說 應該要用給人民有乾淨的自來水喝 這種方式 中央這個部分 我想縣政府和工所也應該責無旁貸的 當我們居民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居民不是不願意出錢 只是說一個地方像北平裡可能要三個配水池 三個配水池180萬 然後他們的戶數又非常少 所以這個假如中央沒有修改的時候 其實工所和我們縣政府應該要考量 就是編列一些經費 怎麼樣跟居民來分攤 讓這個沒有配水池永遠都會碰到的問題 能夠迅速來解決 讓我們人民才能夠喝到一個乾淨的一個自來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